在议员与相关单位拉开红色布幕后 全新设备的内饰浸饰正式开始启用 3、2、1 好,我们常会让内饰浸饰来一宿完成 对于偏乡的民众来说 在偏远地区最不方便的就是就医 由于医疗资源严重的不足 有许多的居民常常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诊 甚至去个医院都要花上很多的时间及遥远的路程 往往会延误就医的黄金时间 此次经由议员及相关单位的争取 在信义家卫生所添购了一台最新的卫视镜设备 议员现民谋也到场祝贺 并呼吁民众不要舍弃求远 可以直接来卫生所看诊 经由我们这个卫生所的主審对卫生局来欢迎 因为过去如果有什么毛病 尤其在内脏的部分 不容易发现里面到底是生了什么症状 有这个先进的卫视镜 不用对脑都进去 所以现在对平坑都进去就可以了 就是现在目情最先进的 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新义家的人 可以有这么好的设备 不要舍近求远 既然有这么专业的疑似 这么先进的疑似 那么我们就来卫生所 这是要预约哦 要预约才能看到 使经水议员对于为在偏乡的信义 能够有这样的设备照顾到乡民 表示非常的肯定 也说这个最新的医疗设备 将对这里的居民产生很大的贡献 我想这次的卫视镜的使用 在我们偏远地区是非常的需要 因为我们从这边要到南头 最快的车速也要差不多三四十分钟 对我们原住民的乡亲 在旅程车费或是精神方面 有了这个卫视镜在卫生所 大家可以就近的来检查 所以我们可以带给我们乡亲 不论在沟通方面 或是在治疗方面 一定有很大的提升 主办单位表示 新义乡公所就诊采预约制 欢迎民众随时打电话来预约 民众如有疑问 请洽询新义卫生所 民意新闻洪幸平 新义采访报道